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们全球有五百多间 那在台湾 包括福音中心有两百二十多间 台湾而已 台湾而已 所以我们大概要用三年吧 不止三年才可以每一个分堂轮流一次 所以非常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在这疫情当中 你都保守我们出入平安 你也保守我们的家庭平安 你也保守我们经历你更大的恩典 主啊 是的 让我们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都是我们的主 你是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 永不改变的神 主啊 在往后的日子 不仅是刚刚我们的弟兄跟姐妹 见证主你的大能 主啊 我们在往后的日子 我们要经历你复活的大能 运行在我们个人身上 主啊 你知道我们里面有渴望 你知道我们里面有需要 主啊 我们就把这些需要 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相信 你要让我们经历丰盛跟荣耀 哈利路亚 因为你是丰富的主 你是我们的阿爸颠覆 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 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 都是你所爱的儿女 都是你所宝贝的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让我们向你大大张口 你就要大大的来充满我们 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 你有没有比较 从你没有信主 到你信主 到不管是一年 两年 五年 十年 不管多久 你有没有觉得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越来 越喜乐 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越来 越丰富 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觉得说 好像每一天都有神的祝福 对不对 所以保罗说感谢神 因为祂有什么样 说不尽的恩赐 那么恩赐呢 它英文写是什么 gibs gibs是什么 礼物 对不对 礼物就不是什么样 不是我本来有的 是神给我们的 对不对 什么叫做礼物 是神给我们的 这叫做gibs 叫做礼物 恩赐 恩赐就是什么 恩赐也是本来就是输于神的 那我今天有这个恩赐呢 那么也是神给我 这也是个礼物耶 那其实神要给我们非常的多 但是并没有保证说你不会遇到困难 像有一些像我们的弟兄做见证 他们为着小孩经过很多的 这也是一个神在帮助他们的生命成长 在训练他们的信心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就像我怀孕很简单 然后怀孕也从来没有什么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很想吃什么东西啊 不错了 感谢主 你有没有觉得很想吐啊 有啊 有啊 我都两想吐都没有耶 就这样怀孕 然后就把小孩生出来 张牧师从来没有 然后就怀老二 然后张牧师就没有 我没有跟他说 我现在喜欢吃什么 你去买 没有耶 没有一次这样 所以他们说 我有生小孩的恩赐 感谢主 但是为什么我只决定生两个小孩 那是因为 那个时候我到台北领良堂 牧会 那有两个儿 不 有两个小孩 那个时候老二才两岁 那我还有公公婆婆 还有周牧师 还有我 我就想 我如果再生小孩 就说 因为在教会服事嘛 如果再生嘛 那我就会 对不起教会 对不起周牧师 对不起老大 对不起老二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教会刚刚 刚刚遇到一些困难 那个时候 教会有两百多人 刚遇到困难 所以就想 不要啦 不要有小孩 不过我告诉你 我现在非常的后悔 我现在跟神说 神啊 如果你当初告诉我 你会用我的孩子 我就生一堆给你用 哈哈哈哈 要有这样的心 你们就是什么 撒木儿是因为 他的妈妈的祷告 对不对 然后他本来就不会生育啊 他妈妈祷告 后来神就听他的祷告 对不对 他有信心 那个当祭司以利根 你回家去平平安安 他就开始吃东西了 所以就怀孕了 那撒木儿生出来是什么 他说这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 那这个儿子就带来以色列 以色列全国很大生命的搬转 所以你们要期待 你们都是年轻人 你要想我生出 我不管我生出的孩子 要带出什么 影响力 都会有影响力 只是好跟坏而已 对不对 不管你要不要 我们都在影响人 你要跟不要 我们每一天都会影响 你的父母要跟不要 好跟不好都会影响你 对不对 有时候你看 我以前就很不喜欢 我妈妈就这样 我忽然间想到 我妈生九个女儿 我是最小的 但是我妈妈那个时候 女儿太多了 所以要把我送给人 后来我哥哥反对 我跟我大哥差二十岁 我妈只生三个儿子 生九个女儿 厉害吧 都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 同一个妈妈 同一个爸爸 不是那个 但是就说 你生九个女儿 然后生 那你就会 我要讲什么 我完全讲得太 你就会觉得说 那好像 好像你会觉得 我妈就要把我送给你 后来没有骂 所以我妈妈就重男轻女 所以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受伤 一定很多的受伤 我没有印象过 我妈妈打过 我跟我哥哥啊 那个最小的哥哥差两岁 我没有印象他打过他或骂过他 我现在一直在想都想不出来 他骂过我这个哥哥 打过他 没有 就是骂我 不过感谢主 日子还不是将过 神还不是有够用的恩典 后来我到国中 我信主了 神就让我整个生命改变 经历很多神的恩典 就是我们继续依靠神 Amen 继续依靠神 那么神就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养育儿女是非常辛苦的 我告诉你 现在很辛苦 不过神要给我们智慧 只要我们做父母 敬畏也有法 是智慧的开德 我们依靠神 神一定给我们智慧 我们的父母 做父母不是全能的 只有神是全能 我们也是 也不是说 perfect 不是 我们是不完美 我们不完美 但是我们如果依靠神 神就会透过我们的祷告 在我们的孩子生命里面 做很改变 很大改变 工作 OK 所以感谢主 在两个小孩 因为幕会嘛 两个小孩当中 也经历神的恩典 每天为小孩祷告 然后来他们到美国读书 神一直保守他们 保守他们 我也没想过 他们去读书回来 对台湾年轻人这么有负担 我两个儿子 奏讯光 奏讯正 就要现在一起 全家一起服侍 全家一起服侍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路来 你会经历 从你没有信主 到信主 还有 还有前面 你要看前面 你们唱的歌是充满了希望跟盼望 对不对 前面是 就像圣经所说 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夜照夜明 充满了丰富 充满了荣耀 所以你要对神有信心 你们都很年轻 对不对 你们知道我几岁吗 我七十四岁 七十四岁 对啊 我今年七十四岁 OK 但是我里面很年轻 我里面都比你们还年轻 感谢主 没有啦 你们一定比我厉害 神的恩典很丰富 Amen 那今天我要 我要让大家再重复一下 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因为圣经说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 没有带什么来 你有带什么来吗 没有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很丰富啦 要我出生 我没带什么来 Amen 但是我现在是非常的丰富 经历很多神丰富的恩典 那我们来讲 很重要的几点 你一定要常常放在你的心中 神给我们的赏赐 说不尽的恩赐是什么 我们先来读 第一个 等一下我们会读 这是第二个 来 我们先来读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 来请 我要 我要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费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信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约翰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那刚刚牧师有讲 天父对我们的爱 恩典怜悯是那样的大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第一个恩赐 因为这个圣经很熟 我没有把它放在前面 第一个恩赐是什么呢 神把他的独身子 耶稣基督给我们 一起来读 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 并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有神 你看 神爱世人 阿爸天父爱世人 世人是谁啊 包括你跟我 他爱到一个程度 他将他的独身子 将他的独身子赐给我们 他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独身子 我妈妈为什么要把我送给人 因为太多女儿 生九个女儿 所以要太多了 但是神只有一个独身子 只有一个 他都给我们 所以你知道神对我们的爱 多大 对不对 神对我们的爱多大 不过感谢主啊 后来 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妈常常打我 后来慢慢慢慢慢慢 我信主 那那个关系就有 以前我真的没信主 恨死我母亲 恨死她 真的很恨她 不过后来我信主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 跟妈妈的关系就很好 我就发觉其实妈妈是爱的 只是有时候小孩太多 可能她没有办法 她也有那种 过去嘛 因为她是 中国人就为一种封建 那个重男轻女的一些思想 这是文化带给她的包袱 我就了解她 OK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感谢 我们要感恩 因为神把她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Amen 那很多啊 才赐啊 那周牧师的祖母啊 对不对 周牧师的祖父啊 38岁就过世了 那生七个儿子 七个都是儿子 生七个儿子 那他们家很穷 那那那那赚的钱就是 就是狗狗一家这样 这样很穷很穷很穷 真的很穷 那38岁就生那个 生病 那英尼就说 生病 然后他快要走的时候 他就交代周牧师的祖母说 我要走了 那我活的时候 七个孩子都很难 对不对 那现在我走了 我走了 你一个人要照顾七个儿子 那很辛苦 要不要我们把一些小孩送给人 他就跟这个 他的祖母商量 那他说上面 全面三个 不要给 因为比较大 会帮忙做家事 对不对 你要你叫他们做什么 他也会帮忙 后面小的嘛 也不要给人 因为后面小的 你给人他们很小 妈妈自己养 总比给别人好 对不对 因为妈妈的耐性就比较多了 不管小孩怎么样 妈妈的那种爱 那种包容 就忍耐等等 就是说 那后来谁啊 他就说那个老师 在中间嘛 对不对 七个嘛 前面三个不要给 后面三个也不要给 要不要给把老师送给人啊 那你知道他一讲老师送给人 周牧师的祖母就哭了 哭了 为什么他哭呢 他说 前面三个会比较大的 虽然比较大会帮忙 但是都点点啦 都很安静啦 都不太讲话啦 后面三个还不懂事啦 只有这个老师最懂事 我难过的时候 他就会讲话来安慰我 我有时候拆他出去 比如说那个时候十块钱 那时候很久啦 十块钱去买肉 他就去了 那为了节省哦 他不会买十块钱哦 一家哦 七个 七个连祖父祖母要吃 这九个人要吃哦 他就为了节省 他买七块 然后省两块 那不是放在自己口袋 妈妈省下的钱 下一次再买 他很懂事耶 这老师 你知道吗 后来这老师就当牧师耶 因为很会讲话 所以呢 七个 一个都没送 对不对 舍不得嘛 因为这老师 他又会讲话 又很会体谅 父母亲的心 所以这个祖母就说 所以后来感谢主你知道吗 后来真的 阿公过世了 那祖母呢 祖母哪有这个力量啊 但是啊 他就遇到什么 遇到宣教师 蓝医生 那个时候在彰化 蓝医生从因果过来蓝医生 所以蓝医生是周家的恩人 你知道吗 他就 那个时候就训练 现在我公公 他就是一个远科的大夫 远科医生 那个时候当医生 哪有时间 哪有钱给你读医学啊 没有 各种都医生学 然后你到时候去考 到时候去考 那你考上了 那就把你派到那种比较偏远 没有医生的地方 我公公就这样 我公公就这样 后来你看他们这个家 老大 老大也是医生 老二就我公公嘛 老二就 对对 我公公 我等于我公公 是医生 老三 好像也是医生 老四就牧师啦 他们后来的老五啊 老五 那后来当中有一个社来 老五 他就 只有老五 可以就去日本读医生 那老四就这样 反正就 你看哦 神很奇妙 所以跟了蓝医生 所以就是什么 他真的是我们家的恩人 提到那个彰化 那个蓝医生 这些宣谣事 有时候想到这些宣谣事 他们真的 就真的那种爱台湾 我以前不明白 你知道吗 我不了解 这些宣谣事 他们的牺牲多大 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爱多大 一直到我有一天去英国 我去美国 你知道英国 天气多好 美国你如果去到San Diego 一年到头 就是那一根背 那一条棉背 一年到头 你看天气多好 San Diego 就我 我那个小姑的家 San Diego 天气好的不得了 那但是这些宣教士 他爱台湾 对不对 因为他感受到什么 那个天父的爱 这个爱就像什么 神爱世人 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 那个爱 这些宣教士的爱 神爱 他们因为领受神的爱 他也把这些爱 给我们华人 给我们中国人 所以感谢主 第一个 你得到什么 你得到什么 你得到 神给我们什么 救赎的恩典 透过耶稣基督 神把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Amen 所以要感谢 说非常感恩 那这里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 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什么 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什么 没有生命 所以你里面有了神的儿子 你里面有什么 你信耶稣的人 你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 有基督 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对不对 我里面有神的儿子 我里面就有一个什么 重生的生命 一个重生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很宝贵 这个生命 有了神的儿子 重生的生命 你就会看见基督在你里面 你就会不断的成长 你一定会成长 因为你里面有基督 你一定会成长 如果你没有基督 你没有这个生命 你就会发现 你跟没有信主的完全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想我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很会去跟人家计较 比如说你讲我一句坏话 你哦 我就会怎么样 去跟你争哦 我一定跟你争 跟你发脾气 我一定骂你 骂到我很爽 骂人有没有爽 骂人有没有很爽 诚实说 很爽呢 骂人好不好 当然是不好 当然谁知道 骂人不好 但是啊 有时候很生气 就骂骂 骂完都觉得很爽 回来就想 哎呀 我刚少讲一句 有时候你还会有这个老生命 有时候结婚 有时候我跟周牧师有争执 我就想要用什么话 让他听了很生气 那因为我从小 我们家都不是那种拜偶像的嘛 我们家都不是 我们家 我妈妈很早信主 但我妈妈都没有信 后来到他 我爸爸到他快过世的时候 那半年他有癌症 他就信主了 所以我们家都还算 不会讲那种什么 很不好听的话 粗话 都不会都不会 所以有时候跟宗师 有争执 我就要想 我要想 我要讲什么话 让他很生气 就想不出来嘛 因为里面就没有嘛 里面没有 这是因为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你就是有 你也想不出来 你也骂不出去 你也骂不出去 骂完孩子 怎么样 还要认罪悔改 会不会啊 有时候真的很想骂 很生气 对这个同工很生气 很生气 很想骂他 但是后来 后来等一下我们会讲 里面说 嗯 不肯吗 等一下骂人还要认罪悔改 还要跟神悔改 那太麻烦 不要骂 不要骂 OK 有没有这种啊 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啊 我今天要表达的是 神给你第一个礼物 就是你有了耶稣 有了这个救恩 救恩在你生命里面 一定会改变你 让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 因为耶稣说 我来了 教养得生命 而且得的更丰盛 我明年如果有来 因为每一个分堂 只有一年 最多最多一年一次 我明年如果有来 你们应该都不一样 对不对 一定不一样啊 你生命会成长啊 每一年我们都在成长啊 有没有啊 一定会成长 所以第一个 神给你什么礼物 耶稣基督 祂的独生子 祂完成了 那个救世的恩典 第二 神给你什么礼物啊 刚刚我们所读的 耶稣说啦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吃 全面已经吃了 神爱世人 把祂的独生子吃了 现在又另外吃 吃什么 圣灵 另外吃圣灵给你们 我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就是圣灵 信会师叫他怎么样 永远以你们同在 而且耶稣说 我不会偏下你们为孤儿 我一定到你这里来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是孤儿 你有一位爱你的阿爸天父 我们有地上的父亲母亲 但是我们也有一位 永远对我们没有改变的 爱的阿爸天父 不管我们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就会跟小孩说 你不乖 妈妈不爱你 不要这样讲 对不对 他会觉得你的爱是有条件 不过很多父母常这样讲 对不对 你要乖一点 妈妈就更爱你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天父不会这样收 我们的阿爸天父 你乖跟不乖 你做对跟做错 他都爱你了 他对你的爱是没条件 因为他是创世之前 就是被杀的羔羊 Amen 他对我们的爱 你要想 他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 有些人 就是 但是说 他说 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是被 我们是儿女 我们是跟着于天父有关系 但你是怎么跟天父有关系 耶稣说 我另外赐给你圣灵 叫他永远与你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你现在有没有感受 比如说你要做一件事 里面有圣灵的感动 有没有 里面你觉得 哎呀 现在不想读圣经 不想读圣经 那里面有一个感动 一定要读圣经 有没有啊 那就顺服嘛 对不对 那里面有时候说 这个人真的让我很生气 很生气 有时候会这样 很生气 但是呢 很想骂他 那圣灵感动你 不要骂啦 骂完还要认罪悔改 太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算了算了 原谅他 你里面就很容易去饶恕 会不会 会不会 好 那我告诉你 真的 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会感动我们 OK 耶稣在这里说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这人就是什么 爱我的 爱我的一定怎么样 必蒙我父爱他 所以你爱主 主爱不爱你啊 其实神 这个爱是神主动 但是啊 你爱主 主更爱你 OK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那神怎么向我们显现 神是怎么向我们显现 啊 就透过圣灵 对不对 神怎么向我们显现 是透过圣灵 啊 透过圣灵 当然 神怎么向我们显现 就透过什么 你在读神的话 啊 你在读神的话 神就对你说话 神就向你显现 Amen 那以前旧约 神透过什么向他们显现 梦 有没有 神就让他们做梦 神有时候会让他们做梦 啊 那你看啊 我最近在读四世纪 基点 神怎么向他显现 哎 透过 十则 就向他显现啊 因为他们没有圣经 今天神怎么向我们显现 哎 透过圣经 不过我告诉你啊 不过我告诉你 特别对那些回教徒 我们要祷告回教徒 神他们是需要 神特别 要让向他们显现 不是 他们不会去读圣经 是 神真的向他们显现 哦 那回教徒 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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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他们就说 哎 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哎 他们忽然间看在墙壁上 有耶稣的画像 墙壁哦 哦 有耶稣的画像 就这样 神他们显现 然后就很多人信主 但是有很多人不信主 一定想要办法 把这个画像 擦掉 能擦掉吗 擦不掉 神就 就是特别这些回教徒 很多 你去看这些回教徒 他们信主的经历 神都向他们显现 神让他们显现 所以他们就这样可以信主 神透过圣灵 圣灵是神给我们的很美很美的礼物 神就会圣灵会引导 我们教会有一个人 有一次有一个新人来 那我问他 你怎么会来呢 他说 我最近在忙着写论文 写得很累 写得很挫折 写得蛮灰心的 就不知道怎么写下去 但是呢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我已经感觉很困难 怎么再往前 忽然间我发现 我房间有光 我房间有一闪光 他说这个光 绝对不是什么 不是从魔鬼来的 一从魔鬼来的 我会害怕 对不对 黑暗的诠释 我会害怕 他说我感觉那个光 让我里面被吸引 他就这样 这就是神向他显现 对不对 他说我里面被吸引 那感觉有光 他知道这个光不是黑暗 是光 就是光 他就里面就被吸引 然后他说 我应该去找一个教会吧 对不对 我应该去找一个教会 就这样他跑来台北灵粮堂 没有人 没有人带他来 那就跑来台北灵粮堂 那这样他听听听 那就 哦 原来这光是什么 耶稣嘛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就这样 那就信主了 那就信主了 所以你看哦 因为他离灵粮堂比较近 离灵粮堂比较近 所以你看圣灵啊 很奇妙 圣灵就是这样向人显现 那你成为基督徒 他也会向你显现 对不对 当神要跟彼得说 彼得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 福音也是给什么 外邦人 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不是犹太人 主要不是犹太人 是外邦人 那一定要让彼得怎么样 神要向他显现 一定要让彼得浑游向外 他就看到一个异象 好像从天上掉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神说你吃了 那个死者跟他说你吃了 那神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我一辈子都没有吃 然后神告诉他 神所洁净的 你不要认为不洁净的 结果这个异象就收回去了 然后就怎么样 哥尼流 神就派哥尼流的人来找他 哥尼流不是犹太人 哥尼流不是犹太人 结果他就 因为你看到这个异象 就神献他显现 结果他就把福音传到 哥尼流的全家 所以你看 神会向我们显现 神会对我们说话 透过什么 透过圣灵 所以我们要学习 顺服圣灵 你要体贴圣灵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在你心中不但有耶稣基督 今天在你里面有圣灵 你要你生命更成长 你要顺服 你要寻求 比如说我现在要找这个工作 对不对 你就要祷告 圣灵啊 求你引导我 那圣灵就会开始引导你 我要做这个创业 你们现在年轻 创业 圣灵我该不该做 神啊我该不该做 圣灵如果感动你 让你里面非常有平安 你勇敢去做 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 不要害怕 OK 你知道吗 灵粮堂三千人的时候 你们知道 灵粮堂三千人的时候 三千人 然后有一天神 圣灵感动 就说 要分区啊 你知道那时候 灵粮堂最擅长的就是团契 最强的就是团契 社青啊 中年啊 壮年啊 青年啊 反正好多好多这些 加起来 连姐妹会 弟兄会比较少 弟兄会比较少 姐妹会啊 就三千人 我告诉你 三千人 那神说要把他大风吹 把小组大风吹 对哦 要分地区 比如说 东区啊 西南区啊 永和那个区啊 北区啊 叫北区 然后呢 你们这个区是北啊 你们这个区算是北区 好 北区啊 然后中区 就在灵粮堂的四周围 要分 你想想看 一个三千人的教会 你要把他大风吹 把小组重组啊 重组啊 那有人就告诉我 他说走什么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样做 灵粮堂会成为历史的名词 有人这样警告我啊 那我就问主任牧师 你要吗 你要这样做吗 主任牧师如果说 这是我们的意向 问童工要意向 我就每天 对着整个大台北的地图 我就坐下来 神怎么分 你来引导 娘娘有没有成为 我说神你来 那圣灵里面的感动 里面有平安 这很重要 服侍神也是一样 里面有平安 你就去坐了 你就给他大风吹 真的不容易 大风吹不容易 你把他所有的小组 按照地区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去啊 你们要去 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 我们每一次说你们要来 来教会集合 这不合圣经嘛 我们要去嘛 去社区 去地区里面建立小组 你就可以得到地区里面的小组 人家去你家 比到教会 人家还放心 你知道吗 没有信主的人到你家 你们在做福音 你们有没有做福音 那个什么 福音小 幸福小 福气小组 幸福小组 有没有做 有没有 他叫什么小组 幸福小组嘛 有没有在做 那你知道他们做幸福小组 其实啊 我们以前在 在分在家庭小组 你家庭小组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什么 吃饭 吃东西 有没有 而且那些社群 下班就直接来到教会 对不对 所以一定有吃的嘛 那弟兄姐妹吃好不好 好 因为嘴巴张开 心就会开 这是我们玩 你嘴巴张开 心就会开 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在 像以前都在我们家 有一个小组 就比较 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有一个小组 每个人带一个菜 然后小组完 然后大家就一起 那个关系就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 你看啊 圣灵感动你 你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你看哦 因为这样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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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千人慢慢就一直增长 一直增长到一万人 有没有变成台北领埃堂 有没有变成历史名词 如果变成历史名词 大概也没有你们啦 你们变成别的啦 新成什么什么什么教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我要表达的是 不管你个人 也是你家庭 你们圣灵都会对我们显现 都会对我们收话 或是你在事业上 或是你在服事上 圣灵感动你 你就顺服 圣灵对你收话 你就顺服 Amen 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 何等的丰富 那我儿子也是一样啊 我儿子 哇有一天 他已经 他在美国 当然我们美国开始一个 一个灵粮堂 他就在那里一直服事 OK 但是也不知道 教会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他蛮错诚 所以他后来回来了 回来马上有工作 神也很祝福他 马上有工作 他回来马上有工作 薪水还不错 但是他做了两年 他说妈妈 我要改行 改行做什么 写流行音乐 写流行音乐 那你说我这个妈妈呢 就祷告 我问你祷告 我看神怎么带 他就在我在巴西服事 他就把工作辞掉 他说我要做 我想要做的事 我这个妈妈是很开通 我觉得小孩有时候 你要给他走 但那个代价很大 那个学费很多 你要给他走 他走了 他就知道说 但是我知道神对我儿子 不是走这条路 所以他把他两年的 赚的钱 去买很多 很多机器 因为你要连接 这些歌 然后再寄到 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如果 用你的歌 你就慢慢有板钱 对不对 然后他还跟我借钱 不够嘛 不够我还借他 我还真的借他 OK 半年了 唱片公司只用他两首诗歌 不是诗歌 两首歌 到底那两首歌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那不是 有一首给梁永祺唱 但是没有把他唱出名漫 所以他第一年的板税是 我没有印象出是五万 那第二年的板税 八千 以后就慢慢慢慢 没有用你的歌你就没有板税 你要靠这个活嘛 活不了 我在为他祷告 我知道神有神的识觉 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在为我儿子祷告 圣灵有一天对我说 你相不相信 圣灵哦 他说你相不相信 我如果能够改变 我如果改变了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我会用他远超过他的父亲 神这样跟我讲 我说神 我相信 他说那你就let God let go 一直说什么 放手吧 对不对 你不需要一直抓 你做父母的你就放手 把他交给我 很奇妙 神就做了 他就改变了 他在美国读书 但是没有留在美国 要回来 因为他对年轻人有意向 有负担 现在就做他 神要他做的事 做得很喜乐 对不对 叫他走在神的心里 你看神哦 对不对 神真的 有时候我打电话 周信光你在哪里 我在中国 打电话 周信光你在哪里 我现在在新加坡服事 我们也很忙 他们两个很忙 我们要全家一起吃饭也很困难 感谢主啊 对不对 神给我的话 有没有应验 神用他们就好了 OK 神用不同的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呢 你要休息 当你里面有圣灵的感动 你就顺服 你顺服了 那你 你 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消灭了 你会不安 但是你经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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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里面的感动 不是你没有圣灵 圣灵就不感动你了 圣灵感动你 有用吗 没有用 对不对 因为你消灭了嘛 不是说你没有圣灵 我要你们读一节圣经 你们就知道 大卫的祷告 当大卫犯罪的时候 不过他后来有悔改 不是吗 他有悔改认罪 他写了四篇五十一篇 其中有一句话 怎么说呢 有几节 来一起来读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去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使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 能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今天神不会收回 这是旧约 旧约神要用一个人 神就让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那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信耶稣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 你知道吗 圣灵就 因为圣灵是一个 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所以我里面有圣灵 你也有 你要学习顺服 但是旧约没有 但是大卫最渴望是什么 圣啊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不要收回 有一个人 圣灵被收回了 你知道吗 在旧约是谁 考一考你们的圣经 圣灵收回了 还明显的 扫罗圣灵也收回 但是有一个太明显 圣灵 神把他收回了 参生 参生 参生的生活实在很不好 每一次神 因为他是被神选为世世 每一次神就透过他 怎么用什么 就可以把菲利斯人死 后来神怎么说呢 参生把他最重要 他得能力的秘诀 告诉大力拉 这大力拉真的不好 真的大力把他拉离开神 叫大力拉 那个女的叫大力拉 大力把他拉离开神 然后后来他就告诉他 那个大力拉一直哭哭哭 说你都不爱我 你都不告诉我 你的秘诀是什么 后来他就说 从来没有人剃我的头发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头发就象征 神给他的能力 圣灵的能 后来他就提 圣经说什么 当参生一起来 他以为什么 要像前几次那样 圣经说 神的灵已经离开他 神的灵离开他 对不对 所以他的绝体是什么 两个眼睛后来被挖 当然最后 那些非力士人就把他当作 好像大家在看他表演 对不对 在那里抹 后来就 后来他 神最后还是给他恩典 后来就 整栋楼就 后来神最后给他力量 这圣灵的力量 后来整栋楼就夸了 三千个非力士人 跟他一起死 所以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 你要让 不要消灭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 Amen 你不要让圣灵担忧 你没有听他会担忧 你顺服 你一定会蒙福 有时候你不觉得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因为圣灵感动你 可能从开始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好 对不对 但圣灵感动你 你放心去做 Amen 最终一定是祝福的 绝对是祝福的 你要相信 因为你是在顺服 圣灵而做 有好多这个坚证 我们不能讲不然 我们讲不完 好 第三个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 主的平安 OK 一起来念 来请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是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所以第三个你说 他赐啊 赐给你什么 而且这个 我赐的不像是人所赐是什么 主的平安 耶稣说我留下平安 主说我主赐平安 而且我赐的是什么 我的平安 主的平安 你今天得到的平安 是主的平安 主的平安 他说我把我的平安 那你看主的平安是什么 你就看这一节 我们很快看过去 当那天晚上 一起来念 来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头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 耶稣在船围上 沉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来 他说 父子 我们上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赐着风 向海说 住了吧 进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呢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好 主的平安 是什么平安呢 在风浪中 可以安静睡觉 平静 主的平安是可以让你平静 有风浪吗 有 有困难吗 有 有挫折吗 有 但是你可以平静 那就主给你的平安 基督徒跟人很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OK 你可以平静 你看耶稣都很平静 OK 那可以睡觉 你看哦 风浪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船啊 那个水一定要 那个水在船上 快要满了 船要满了 水了 耶稣还睡得好好的 好厉害 这是主的平安 今天主给你的 所以你不需要害怕 你也不需要胆怯 不管一到多大的困难 OK 第二 主的平安是什么 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 环境不能影响我们 对不对 耶稣仍然是很平静 而且他可以怎么样 睡觉 而且睡得好好 睡得好熟 因为他里面有安息 所以耶稣才能够给我们安息 对不对 他不乱 不慌乱 以色亚说你们得救在乎 归回 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 平静安 你知道神要给你什么吗 三个 三个 我的百姓必住在什么 平安的居守 还有呢 安稳的住处 还有呢 平静的安歇守 你会住在平安的居守 安稳的住处 平静的安歇守 你是可以安息的 所以难怪巴罗说 谁能够叫我以神的爱隔绝呢 刚刚我们同工有分享 没有一件事 是困难吗 是逼迫吗 是痛苦吗 是刀剑吗 都不能让我以神的爱隔绝 对不对 我们不要读这个 好 第三 相信神的话 一点都不怀疑 因为耶稣会说 我要渡到那边去吧 因为天父感动他 要到那边去 你知道耶稣说 我父做事 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他如果不知道 阿爸天父要做什么 他都不会做 但是阿爸天父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所以他相信 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明白吗 你要很清楚 如果非常清楚 所以呢 我就说 当我们三千人 我们要来一个大风吹 我非常清楚知道 神要我们灵粮行 进入 变成社区 变成分区 不是按照年龄的 分区的 我们除了 除了年轻人 我们不去动他 我们儿童 儿童他没有自己的区 我们其他都分区了 全部分区了 那你看 神就祝福了 神就祝福 你就慢慢慢慢慢慢 而且在整个的过程 慢慢神也带领我们 慢慢 诶 祠堂 对不对 做宣教 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所以你看 一定可以完成 你要相信神的话 一点都不怀疑 一点都不怀疑 好 第四 走 完成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 就是要救那个 在对面 海对对面 那个被鬼附的人 对不对 因为下面一章 就是耶稣过到那边去 就是要救一个被鬼附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说 你看主给我们的平安 神这样带领我们 我们就做了 然后你就会看见神的祝福 你就要看见神的旨意成就 你要相信神的话 然后你顺服了 你要看见神大大的来祝福 Amen 神大 一定会 不管困难怎么样 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Amen 你知道吗 我从菲律宾到台湾 我只想打赢一年 一年 做学生工作 那神就把我留下来 神给我的经文就是 创世纪二十六章说 你不要下埃及 你要留在这里 我要赐福给你跟你的后裔 因为我是单身 我哪有后裔啊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 这神对以撒讲的 我要赐福给你 给你的后裔 那我就顺服了 我就继续留下来 我那个时候是单身 你顺服 你就经历神的恩典 对不对 你就继续留下来 继续做学生工作 我觉得第二年我就跟周牧师结婚了嘛 对不对 他也不是我意料中的白马王子 意想中 我也不是她的白血公主 都不是都不是 那神就这样安排 对不对 那有没有后裔啊 有啊 对不对 有没有产业啊 有啊 有产业啊 有没有 有啊 对不对 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爸爸就生给我的房子 对不对 有产业啊 有没有 对 我还帮我儿子买了一栋房子 帮我老大买了一栋房子 有没有产业啊 有啊 那都是神的 我不是告诉你 对不对 所以你看圣灵一步一步带领 我本来要离开 神就用话来对我 你就顺服了 你看一步一步神就带领 Amen 我在讲 你不要觉得好像服侍神一定很贫穷 没有 不会 我很富足 经历神的恩典 真的很富足耶 对不对 如果神要我给出去 我就会给啊 只要神要我奉献 我就会奉献啊 如果神要我做什么 我就勇敢的去做啊 所以你要相信神 Amen 他就是这样 耶稣的平安就是 还有第五 胜过仇敌的搅扰跟攻击 你知道吗 仇敌就是要什么样 盗贼来就是做什么 偷窃 杀害毁坏 那个 他偷窃你的信心 他要杀害毁坏 这个人 他第一个毁坏 杀害毁坏的人是谁 亚当啊 对不对 他让你怀疑神的话 他就是要毁坏亚当的人生 他就说 神真的是这样说吗 你吃了这些分别善恶素的果子 你一定死吗 就让你怀疑 就要毁坏你这个人 但是啊 当我们 主给我们的平安 你不要害怕 是可以胜过仇敌 一切的搅扰跟攻击 所以神的平安很好 Amen 神的平安是让我们 对神的话有信心 让我们相信 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 让我们相信 我们可以胜过仇敌 你们今天经文不是说 那些仇敌用的器具 毕不怎么样 那些怎么说啊 你们在你的 在你的 经文里面 怎么说 前面前面 反而攻击你造成的具具 毕不 不会利用嘛 他怎么攻击 因为你有神嘛 你有神的保护 Amen 就是有时候仇敌要取你的命 不要怕 如果神没有许可 不会有事情发生 Amen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夏令会 然后夏令会四五天 大家关系很好 然后我们就坐游览车 那我们去夏令会啊 就说 我们就是要爬一个山 那是在菲律宾 我刚刚开始来台湾 我也是每一年回去 去带这些 去当讲员 去夏令会 那我们很高兴 结束了 要绕那个山 如果我没有印象 去碧瑶嘛 碧瑶 碧瑶很凉 因为菲律宾一年到头 没有冬天啊 都是热的啦 又比较凉快一点的 是十二月一夜 二月比较凉快 不过这次菲律宾很惨 他们一直封城到现在 OK 那但是你倒必要那个 那那一天我们 夏令会晚了 大家很高兴要回来了 那就爬那个山 爬到 你知道那个山 旁边是什么 宣癌 对不对 所以那司机也很有经验 我们也很高兴在 在车上 大家有些分享啊 很喜乐 但是一到山下 司机就在一个餐厅 休息 那个司机 第一句话说什么 跟那个餐厅的人说 这一车的人的命 很硬 他说我们的命很硬 为什么 因为当他开一半 他发现那个脚刹车 坏掉了 但是他要绕山下来耶 只好慢慢靠什么 收刹车 让他可以安全全的 把我们送到山下 然后叫山下的人 修那个脚刹车 你们开过车的人知道 脚刹车很重要 特别在爬山 下山 对不对 又在悬崖的旁边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一个周师母 真的 对不对 我们有神的保护 有时候仇敌要攻击 有时候要伤害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不要害怕 Amen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主的平安 不会 会不会遇到困难 也会啊 会啊 会不会遇到挫折 也会啊 会不会遇到 不如意的事 也会啊 对不对 今年 去年我比较好 前年我住三次医院 第一次是什么 胆结死了 就痛得不得了 就住院 第二次什么 经过祷告 觉得要把这个胆拿掉 又住院 第二次 第三次呢 也无意中 被随便 找一个 是随便的啦 看一个心脏 心脏内科 我去看别的 那你有心让那个顺便给他看一下 结果他就告诉我两条血管塞住 他说你一定要装支架 不然你会中风 你会心肌梗塞 很严重嘛 对不对 中风跟心肌梗塞很严重 你看哦 也会遇到困难 不过很奇妙 神没有医治我的胆 但神就很奇妙 叫我那天 那天要做心导管 你需要花13万 我告诉你 要做心导管 他打麻药哦 从这里打哦 然后呢 把血淋去放进去哦 然后把管哦 那个管 我的心脏在这里 他一身 那个管伸上去 他就说 哎哟 好奇怪哦 没有塞住 神医治我 他真的神医治我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去运动 我早上有去work gym 我运动于你们10点半 才聚会太晚了 所以我一定会去运动 我运动什么 komba 全曲 对 我到现在74岁 我还是这样 全曲 rumba 就这些 我只是不喜欢step 因为我怕踩空 自己受伤 我保护我自己 就运动啊 komba 那个 全曲是全程的 全程的 没有说一半就溜了 很认真的 ok 所以你看神奇妙不奇妙 所以还是会遇到困难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过 你一定可以过 Amen 你一定可以过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会遇到困难 但是啊 好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最后这个经文 经文说什么呢 来请 坚信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 依靠你 ok 再来一遍 以赛亚26章3节 把这个 这个圣经 送给你们 来 坚信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 依靠你 我们依靠神 一定有神的保护 对不对 一定神给我们十分的平安 所以我问你最后 神给你们三个礼物是什么 其实很多了 那今天我讲 第一个 神的独生子耶稣 就给你救恩嘛 第二个 神给你什么 圣灵 第三 神给你什么 平安 是主的平安 要记得 不是只有平安 是主的平安 人家不能抢过去 Amen 好 站起来祷告